日前澎湖有名鱼饭听到有鱼船捕获了一只将近三公尺 重大135公斤的白骑鱼 二话不说就将鱼买回开直播贩售 鱼饭总共直播了17个小时将鱼卖光 但是因为鱼太大了 师傅用了五六把刀才成功将骑鱼肢解 而直播贩售精彩画面 不仅让鱼饭赚了20多万元 也为直播带来不少流量 四名壮硕男子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这只大骑鱼从推车上卸下 这只骑鱼体型之大一比对就知道 160公分的女生躺在这条鱼旁边 都还没有这条骑鱼长 有油脂而且甜很甜很大有够开 我都敢这样直接吃 连我都没饿到鱼也没饿 鱼饭一边直播叫卖 一边吃下一口新鲜的骑鱼片 这条重达135公斤 长达三公尺的白骑鱼出现在澎湖 在第一名鱼饭接到消息 即被有鱼船捕获这条巨大的鱼 立刻买回来开直播贩卖 凌晨半夜的时候老板接到电话 就是听说是鸡被鱼船抓来的 那这只骑鱼是叫白骑鱼 它135公斤 对对对 然后老板听到就直接冲去飘墙了 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 因为这条骑鱼的体型实在太大了 还不知道该如何肢解 好在有个同事是东港人 有肢解黑鱼鱼的经验 老板准备了五六把大大小小的刀具 才将骑鱼成功切块贩卖 因为它是活肉 它是可以做生鱼片的 那我们也可以轮切下去 轮切的话它也可以干肩同销 很肥 优质很多 鱼饭从凌晨四点多直播拍卖到晚上九点 把这条三公尺长的骑鱼通通卖光 卖了二十多万元 不仅让鱼饭赚了一笔 更为直播带来不少流量 接着澎湖综合报导